桃園機場不少遊客 帶行李準備出遊 疫情趨緩 十日起兩岸直飛解封 包括開放杭州武漢等 十個定期航電 以及瀋陽無錫 十三個包機航電 兩岸航班重啟 長榮立榮將持續增搬 三月二十六日起 上海航線每週二十七班 華航表示因應市場增搬 三月二十六日起 兩岸航線將打每週四十五班 另外小三通客運中轉 也有好消息 將在清明節前開放 細節配套陸委會下週公布 大陸全國台契 聯償務副會長吳嘉穎表示 政府不能開放只做半套 還要看良辰及時 現在說要開放 又不一次說清楚 旅行工會全聯會理事長 蕭柏仁更表示 可進一步鬆綁建團令 業者都準備好了 觀光的手也要大陸那邊要開 我想說這邊雙方都來努力 真的我來 謝謝 兩岸旅遊市場真的很重要 疫情前站觀光產業四成以上 旅遊發展協會理事長 李奇悅表示 重啟陸團來台旅遊 團費大概漲三成 現在航班重啟旅行業期盼 盡快解除禁團令 不僅能帶來無限觀光商機 還能促進兩岸交流 藉由林鎮謙楊宗彥台北報導 水神的成分是什麼呢 再跟大家介紹 微酸性電解次氯酸水 所以呢 它比較溫和 一定要有的人 對酒精比較過敏的人 他可能沒有辦法說一直噴酒精 好 但是呢 用水神來消毒雙手的話 很安全 好 那怎麼買呢 歡迎大家上我們的快點購網站 好 就可以買到